很多人冲着肖战来看《玉谷瑶》这部剧,又被任敏在剧中的扮相劝退。 现如今,仙侠古偶剧演员颜值下跌似乎也成为了一个趋势。 观众很难看到刘亦菲、安以轩、杨幂、刘诗诗等风格各异的美人, 更多的是颜值平平无奇的演员在剧中扮演绝代佳人。 任敏在剧中饰演的女主朱颜从出场就写着两个字,普通, 是那种没有任何记忆点,泯然众人的普通。 《清平乐》中他饰演的灰柔很灵动,《玉谷瑶》中少了几分纤细, 多了几分粗壮,体态也笨拙不够轻盈,空气刘海非常拉胯, 镜头还老给他的脸部特写,把任敏的缺点无限放大在观众眼前, 以至于他和剧中其他女性角色同框瞬间就被比下去。 编剧还安排了几段女主跳舞的戏份,但是又没有高光场面, 没有惊鸿一瞥,只觉女主在尬舞,还被同行虐得体无完肤, 肖战饰演的男主时影颜值确实能打,尤其是撑伞场面, 想必是很多粉丝的心动瞬间。 但时事求是说,肖战在剧中的演技并没有达到让人惊艳的程度, 他饰演的时影更像橱窗里的精致娃娃,虽然漂亮华丽, 但是空洞没有灵魂,至亲去世这样的戏份, 他的愤怒痛苦只用皱眉干瞪眼完成全套表演, 城市化的表演看不到情绪的变化与波动, 更不要说让人动情了,遇待皇冠必成其重, 也许制作方应该好好想想, 一部剧想要获得好的成绩真正需要的是什么, 而流量明星也要好好想想自己的星图是烟花刹那的辉煌灿烂, 还是细水长流默默耕耘, 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要走的路,走好自己的路吧。